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上战场再重新去攻城宪政 那么这个情况跟交易是很相似的 虽然很多人做交易的时候白天做晚上也做 结果精疲力尽 然后身体不太好 这样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最近价格波动很大 有的人呢一天上下都上百万级别的波动 所以对心理承受能力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们呢最近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考验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投资上和投机上的一些小细节问题 之前大家没有关注的 包括一些产品的解释 今天有很多人问这个石油的价格 石油是仓息或者叫持仓成本发生了变化 由原来的UKO呢 是之前我们一直说啊 不会轻易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个持仓费 在昨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原来买涨石油啊 是获得仓储费啊 那么现在变成了支付持仓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现在手里有英国持油的 那么不建议长期持有 因为这个费用啊 可能啊一天价格涨一块钱 还不够我们交掉这个持仓成本的啊 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持仓成本的话 我一会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么现在做空的话 那么一千桶石油啊 我们可以获得85美金的收益 那么做涨的话啊 买涨UKO英国石油啊 伦敦油 那么我们每天一千桶支付出去的价格 就是130美金啊 非常贵 所以呢 我也就基本上全部都展仓了 全部展仓了 这个UKO的这个英国石油 没办法啊 因为市场就这样 那么130块钱 每天 那么乘以啊 假设这应该不变化的话 那我们乘以2850个交易日 等于3万多 那么基本上是等于现在的价格是22块钱 我们买一千桶才2万2啊 那么持仓成本超过了100% 非常恐怖 但是呢 相反做空啊 同样是短期出现了套利机会呢 就是在于做空的这个啊 和这个美国油啊 买涨 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正的做空是80多 那么这个买涨是付的14块9毛5 其实跟我们当年啊 反向做两个套利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现在我不建议大家拿大资金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呢 呃 持仓成本下个月还有可能发生继续的变化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他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计算公式呢 是根据这个期货交易所里面的远期合约的价格 远期合约的价格啊 也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是4月和5月的合约 那么4月我们现在正在交易的呢 这个合约啊 就是现在看一下价格 现在呢 是啊 美国油是21块8毛4 英国油是23块5 那么如果英国油啊 这个未来的远期的价格比现在高啊 下个月假设呢 4月份啊 现在5月份的价格是现在的高3块钱 也就是说 下个月呢 价格是 23块5加3等于26块5千啊 那么当交割的时候 4月30号的时候 假设啊 我们的价格还是23块5 也就是说今天现在的价格23块5 但是呢 5月份的合约价值已经变成了26块5 对吧 因为比这个月高3块钱 因为石油期货呢 是每个月都需要交割的啊 所以说呢 他会贵啊 每个月的价格也不一样 6月份的可能就是27块钱 8月份的话可能就是29块钱 10月份呢 可能就是33块钱 所以呢 其实意味着呢 未来的石油价格是看涨的啊 因为6 7 8 9 10价格越来越高 到了10月就已经上升到33块钱了 那么4月30号 23块5的合约啊 期货就要交割了 那么会不会突然变成5月份的 26块5呢 我们就突然赚3块钱啊 多好的事情啊 睡一觉第二天5月1号马上赚3块钱 不可能的 所以呢 金融市场上呢 就把这个5月份的价格26块5啊 赚的这3块钱 平摊到4月的每天啊 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平摊到4月的每天来平均就是要支付掉这个费用啊 也就是说当我们价格从23块5突然变到26块5的时候 我们面上赚了3块钱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他会有一个展期的费用就交割掉了 我们就要支付 这个月就要支付3块钱每桶的一个成本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持仓费的来源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具体的公式呢 我们也是有啊 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啊 非常具体的计算公式啊 也可以跟我们去要一下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金融市场上啊 这种时候发生的概率很小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芝加哥协计期货交易所的这个报价 我放大一点啊 很明显大家看一下这个5月份的价格啊 我们给就说假设是22块钱 6月份的价格是25块 7月份价格是27块 那么都是依次往上增加的 那么到了10月份啊 大家发现都已经到30多块钱了 到2021年的啊 都已经32块钱 再往后2021年6月份34块8毛5啊 那么2021年的12月就到了36块钱5毛8 所以呢 他每个月啊 这个价格呢 都是在增加的 那么如果是啊 月底突然间23块5涨到26块5 那么这种啊 属于套利对吧 就是大家啊 闭着眼睛就可以赚钱了 睡一晚上就赚钱了 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持仓成本 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知道呢 这个是目前是有史以来啊 近10年最大的一个远期和短期的一个差价 就是下个月的合约竟然比这个月要贵3块钱啊 所以说呢 这个通常是不不存在的 一般来讲下个月的合约都会比这个月只贵几毛钱啊 这是合理的 好了 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啊 包括这个石油或者是黄金还有这个仓鼠费或者是交易软件使用等各个方面大家都可以问 今天本来想给大家啊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金融资产的一个组合 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有人问的话啊一定是及时问啊我们 以持实际解决问题为主啊讲那些虚的和理论不太重要 那么在购买死交易的产品主要是分为三种啊一个呢就是股票 其实呢也是股票cfd啊他有利也有币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的非常清楚 利呢就是我们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并且t加零结算啊 并且可以做空也可以用杠杆 所以说呢利是这么多 那么不利的地方呢就是啊 第一呢没有投票权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当个股东啊控股股东 买这家公司5%10%的股份啊 这个不行 第二个币呢是小股票做不了啊 当然也是一个劣势这段时间小股票跌的更惨啊 反而啊上天台大家冲上天台准备对吧 往下看的人啊都是买小股票的比较多 所以大公司相比来讲还会好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例呢啊 这个不足呢就是说相比其他公司啊 包括银行啊我们长期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持仓成本 大概是做涨是2.9% 做空的是2.5%左右 怎么看呢给大家啊 演示一下 比方说CSL这只股票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交易软件 MT5 点击鼠标右键之后呢会出现一个specification 中文叫做规格啊 规格说明书啊 我这有翻译大家应该能看到 然后呢会出来产品的一些详细介绍啊 contract size 从上网下看contract size啊就是合约的大小 那么一呢就是一股啊 外汇和黄金啊石油股票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基本的内容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大家连最基本的产品的属性都不了解 那么做投资的时候很容易出错啊 那我们尽量避免因为不了解而犯的错误 那么把这一部分的损失我们弥补掉啊 不要因为不了解产品和软件而犯错 那么下面呢就是margin rate 就是杠杆比例 0.05是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能够用20倍的杠杆 来做CSL这只公司的股票 0.05乘以20就等于1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20倍的杠杆啊 那再往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还有这个trade 啊我没法放大啊 就是交易trade 后面呢有个叫full access 就是全部可以交易 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涨也可以做空啊 有的呢会写一个long only 买涨only啊 买入only或者是sell only 那就是只能买涨 有的呢是只能做空 其实很简单的理解就是 因为有的股票 我们在市场上无法融券 你做空 就是未来股价下跌 我们赚钱 那你首先要股票卖出去 所以呢我们就要向市场上去啊 借来股票 然后卖掉做空 有的公司呢啊 人家不愿意借给我们 像a2奶粉之前 我们就无法做空 那么这个就是啊 trade full access的意思 那么还有呢往后看啊 就是有一个minimal volume 和maximal volume 就是最小和最大的一个买入的量啊 这个是单次 比如说最大呢 csl这只股票 我只能一次性买1000股 也就是30万澳币的股票啊 因为300块钱一股嘛 30万 那么最少呢 我必须要买一股 就是300块钱的啊 如果我想买100万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分三次 或者分四次去购买啊 所以说呢 为了避免用杠杆 对市场上造成重大的一个影响啊 比方说胖手指 假设我有1000万 结果呢 我csl可以用20倍杠杆啊 1000万相当于是两个亿 对吧 两个亿买下去 那整个市场就被拉涨停了啊 直接拉涨20%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对每一个股票 这个是必须的啊 强制的设置了最大的单次交易量啊 也避免大家点错啊 不小心有的人本来想做一手 结果哎 点了个十手啊 所以说呢 很刺激 但是这种简单的错 我们就不要犯了 好了 那么下面就看这个持仓成本 啊 我个人认为 GoMix的持仓成本是全澳 甚至全球都比较有良心的 那么做股票 买涨 持仓成本只有2.85% 也就是说我们用杠杆啊 当然不用杠杆 那么最终的这个利息成本 持仓成本都是年化 2.85%啊 比买房子贷款都便宜 我们可以用20倍杠杆 那你20倍杠杆的钱 假设你拿1万块钱当20万用 也是交这个钱啊 2.85% 所以说呢 融资成本非常低 大家想一下很多基金公司的经理 比方说我认识很多 比如说澳洲也好 中国也好 他们要融资 对不对 融资才能做股票 你想啊 这些基金经理的融资成本 是多高 基本上是在6%以上 而我们给大家的融资成本 只有2.8% 所以呢 大家可以拿1万块钱 最多当10万20万来用 这个融资成本非常低 那么做空的融资成本呢 只有2.15% 是年化的 大家如果是日内交易的话 都不需要付这个费用 就可以使用杠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另外呢 三天的持仓成本 计算是在周五 因为周五是有周六周天 所以说呢 它是三天的一个持仓成本的计算 那么费用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万分之八 也就是说 1万块钱以下呢 交易一次是收10块钱 买卖是20 那么超过1万块钱以上啊 就是万分之八 那么买卖就是16块 1万块钱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时间呢 就是这是平台时间 也就是澳洲时间呢 早上10点03分 我们才可以交易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10点整交易 那是交易不成功 10点03分之后 才可以交易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整个产品的一个说明 每一个产品 说明的属性都不一样 我们要对关注的股票也好 外汇也好 黄金石油 非常了解 非常熟悉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不会去 承担那些不必要的损失 像我昨天啊 一看苍稀变化这么大 全部割肉走掉 马上走掉 因为你计算下来之后会发现 那他价格涨10% 还不够我两天苍稀支付掉的这个费用 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持有了 金融产品的属性是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这个呢 是现在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大家天天都在见证历史 以后讲故事也非常容易嘛 见过这个大的疫情 大的股灾 所以呢 也见过这个石油暴跌啊 70% 所以我们能做的什么呢 啊 马上换成USO 啊 另外呢 或者换成石油的股票 比方说WPL 因为他跟石油的价格走势 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嘛 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换成股票啊 石油股票 或者是呢 换成BHP 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BHP多一点 啊 这个呢 就是WPL的股票 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是最近几天都已经开始反弹了 从最低15块涨到现在19块6啊 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啊 因为呢 股票 往往呢 我们说啊 股票 通常来讲啊 正常情况下会比期货价格早 早一步走出底部 石油是昨天晚上还在跌 今天走出了一个反转 那么石油的股票WPL 其实呢 从3月23号 大家看一下 3月23号就已经开始注地了 所以呢 他会有一个先提前告诉我们 并且呢 最底下收了一个十字星啊 非常不错的十字星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是买股票啊 石油或者是包含石油产品的股票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买美国油啊 因为美国油的市场成本比较低 如果是做空的人就开心了啊 做空人每天拿的利息都非常高 年化高达不用杠杆的情况下 年化做空高达100%的利息收入收入 当然这个不会这样啊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好 大家我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有人问 MT5的MACD双线如何设置 哎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么在整个MT5的软件啊 最下方啊 大家看一下最下方 左下角是Trad 就是交易啊 能够看到我们的交易界面啊 今天是给很多人演示了一下 4月2号开了一堆股票的小单 那么刚刚开始网课之前啊 做了0.1的黄金空单啊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啊 黄金空单 然后止损也设得非常近啊 止损是设在了这个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 现在因为赚钱了吗 赚钱我们就改一下止损啊 就把止损放在哪里啊 就放在这里 很简单 对吧啊 就是我们宁愿少赚点啊 这是赚几块钱 赚13块9 赚少赚点也尽量不要亏钱 因为现在的市场的话 一旦我们开始赚钱啊 尽量就把止损调到不亏钱的位置啊 哪怕他打到止损了 我们少赚点也出来 好了 再接下来 接下来说我们刚刚看到左下角是 第一个是交易啊 Trade 第二个呢 是Exposure 就是我们现在买入了产品的一个总的金额 和总的这个头寸啊 现在我现在大分买的都是这个 呃 澳币啊 我这儿买了6个million的澳币啊 600万啊 那基本上就是挺多了啊 那么History里面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交易记录啊 但这个大家都了解 新闻呢啊 如果英文好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看这儿的新闻啊 大家看他每一分钟都会有新闻蹦出来啊 这个是呢Mailbox啊 平时可以不用calendar啊 所以呢 如果大家英文不错啊 这儿直接有calendar 就是每天发生什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4月2号对吧 红色的字标出来4月2号 整天啊 会发生什么 那么比较重要 他都会用红色的来标出啊 就是这种粉红色的 那么4月3号有什么啊 比方说澳元啊 这个Currency这儿 比方说这儿都是美元 对吧 那么今天晚上主要影响的这个消息就是美元 明天的话啊 有几个是澳元的 那么还有港币啊 新加坡啊 人民币这些 对吧 后面的就是数据的啊 这个比例 预期啊 以及这个名称 那么再往后 啊 这个呢 好了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啊 这个呢 可以啊 右上角可以切换成中文啊 大家发现 哎 这儿他有一个选项啊 右上角可以切换成中文 这个呢 就是一个论坛啊 叫MQL5 就是这个软件的交易者论坛啊 在左上角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再继续往上放大一点 所以呢 整个MT5的软件功能是非常多的啊 好 这儿有啊 有人说啊 一顿饭钱 带写EA啊 需要的可以联系啊 就是说大家给他几百块钱人民币啊 他就能帮我们写一个自动交易程序啊 这上面还有是有很多人才的 那么啊 还有这个啊 一个非常棒的刷单的EA 分享给大家啊 全自动EA啊 一个月获利百分之三万三千八百四啊 当然了 这个论坛里面 大家也知道啊 有真的有假的 但是呢 长期我们没事啊 就浏览一下这些论坛啊 您看啊 这儿还有十个月一千块钱做到两两亿七千 这是多少啊 两千七百倍啊 两千七百倍 十个月从一千块钱赚了两千七百倍 当然了 他底下也解释了啊 可惜是模拟盘啊 所以说呢 这下面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啊 就是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地 主要他还是说中文的啊 他有中文的 所以说呢 看一下世界各地的人是怎么去做这个金融 那么还有后面这还有一个中国金融产品A股啊 期货债券数字货币的一些应用啊 他会有有深入的东西 有简单的东西 大家可以自行去找 那么还有金融交易的一些文章啊 如何用将机器人适配为自动优化器啊 这些比较复杂了 那么一般人不会感兴趣的 好了 这有自由职业者的工作 就是说大家啊 如果想要个什么东西 比方说一键平仓啊 比方说是啊 同时交易几个产品啊 或者是怎样怎样 大家就可以在这发布钱啊 这是30块钱30块钱200块钱100块钱啊 就是大家花100美金30美金就可以找人帮我们去开发这样程序 非常便宜对不对 30块钱美金啊 一顿饭的钱 大家就可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我们做投资每个人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如果是交易了一段时间 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种逻辑啊 比方说我觉得MACD形成金叉了 我要自动买涨 因为大半夜的我不可能一直盯着电脑 那我出门了 我也不能总看手机啊 那我就开发一个自动交易系统 怎么开发呢 我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写下来 让这些人帮我们去实现啊 我们给他30块钱 给他100块钱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我们啊 去需要慢慢学习的 然后底下这个呢 就是交易信号啊 交易信号 我们可以直接订阅 成百上千万的全球啊 全世界的交易者 大家看一下啊 有的呢 是免费订阅的 有的是花钱的啊 这有几个数据 一个是成长值啊 有的是赚了百分之三千多啊 有的是赚了百分之一千多 那么订阅者呢 就是有多少人 现在正在跟着他啊 当然了 不一定是跟的人越多越好 啊 因为有的人是他自己的小号啊 也有的人呢 可能啊 就是为了跟啊 放的钱很少 那么左下角30啊 30就是一个月给他30块钱啊 35块钱 39块钱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资金啊 分散掉啊 比方说我觉得哎 这个人的策略不错啊 我拿个5000块钱跟着他 哎 这个人的策略也不错 我再拿个5000块钱 跟着他 就是把策略分散掉 后面呢 有利润因子啊 就是说我每赚一块钱啊 我每亏一块钱 会赚多少钱 那么4.24的意思呢 就是我亏一块钱 能赚4块4啊 这个就比较厉害 那么交易的次数呢 是1821次啊 这个也比较重要 就交易次数越多 显得他越成熟 另外呢 就是周啊 他已经是243周了 一年才52个周 对吧 他已经交易了快五年了 在这个上面 如果我想要看具体的东西 我就点一下他啊 点一下他 我就会跳出来 跳到这里啊 信号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他盈利交易是占77%啊 那么利润呢 净值现在是20万美金啊 利润呢 是22万美金 基本上已经翻倍了啊 啊 然后入金呢 是17万美金 出金是18万美金 就是本金已经回来了啊 本金已经全部出掉了 然后现在的净值 还有20万 其实他已经翻了一倍多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他2015年到现在的表现 啊 我是随便看的这个人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到什么呢 就是他做的比较污问 对吧 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回撤 是在2017年啊 是回撤了23% 但是呢 我们看之后啊 没有超过10%的回撤了啊 还有一个1.22%的回撤 那么这个回撤是相当小的啊 大家做外汇 做股票都知道 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他还是赚0.64%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资金啊 分散掉给这些人 我们去跟一些单啊 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市场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解释啊 那么如果我想看更多 关于他的消息怎么办啊 我这上面有86条评论啊 那么评论 有的人呢 说不好 当然了都是英文的 可以翻译一下啊 那么也有人说好的啊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呢 不一定就是适合我们的投资策略啊 有的人觉得最大跌幅不要超过10%啊 他的最大跌幅是达到了47.7% 证明他会扛单 他说10万的账户 他最多是亏了47.7% 然后扛回来了啊 这是最大跌幅 算法交易呢 就是他会有一半是EA自动交易的啊 那么风险 我们看一下他的风险啊 这个风险 好了 他的风险啊 因子 这里都有非常详细的啊 这么后面是净值吗 最大回撤啊 等等的 那么他平均的这个情况都是在这里啊 这些我就不讲了 因为呢 大家需要一段时间啊 自己能够才能够慢慢的去了解这些东西 那么最大连续亏损的是9000美金啊 不多 按照他的资金量来讲的话是不多的啊 那么这些呢 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澳币啊 主要是以买涨澳币为主啊 澳元兑美元交易了631次 纽币对日元交易了三百一至六四啊 都有 那么毛利润他赚的最多的呢 也是赚的是澳元兑美元的交易 货币兑赚了一千 一万五千啊 欧元兑英镑赚了三万一啊 英镑对瑞士法郎赚两万三 为什么这两个赚的多呢 是因为他们跟澳元兑纽币差不多啊 大家看他澳元兑纽币赚了八千七啊 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 整个的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啊 这个呢 就是在company这里啊 可以订阅啊 对吧 有论坛啊 有市场啊 都有 所以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啊 这还有啊 还有招聘的啊 哎 1984年南正式交易五年 2015年股票起家20万不到完成100万积累啊 后六个月 六月成立工作室啊 现在是做生意什么都做 就是上面有真有假啊 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做金融投资啊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啊 任何行业里面都是有真有假有好有坏水很深啊 我们要做出自己的合理的判断 那么后面的这个market啊 我们再往后点一个就是市场market market里面呢 有很多啊花花绿绿很好看的图 我们刚刚那个朋友问的呢 他是找一个双线的MACD啊 对吧 那么就是在指标里面啊 英文叫indicator indicator里面我们很简单就发现了啊 大家看这儿啊 我圈出来 这儿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traditional MACD 大家看啊 它是两根线的 对吧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一个双线MACD啊 所以说呢 在软件自带里面没有的 在这儿都有 并且呢 大分都是免费的啊 都是底下都是free啊 那些花钱的 我们就不用花钱啊 没必要啊 大分花钱的也不怎么好用 说实话啊 都是坑 所以呢 大家就是用免费的就行 如果是我想要找更多的MACD 怎么办啊 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用啊 在右上角啊 这儿有个搜索栏啊 我给他描黄啊 就这儿 这儿啊 有MACD 我输到这儿呢 之后 就会发现有很多MACD啊 这儿满屏的MACD 想找哪个就找哪个 有免费的啊 免费的 这个免费就挺好用啊 底下这个 那么这儿也是免费的啊 有跟彩虹一样的啊 各种各样的 所以说呢 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啊 这儿都是免费的 对吧 蛇型的免费的 然后加什么各种指标啊 还有这个啊 七彩颜色的 那么怎么用呢 这节课比较初级啊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中高端的 这个朋友啊 暂时就可以喝喝茶啊 吃点吃点零食 看看抖音 对吧 开心开心啊 那我先随便做一个吧 那就是做哪一个MACD好 我看一下 选一个免费的 啊 选这个蛇型吧 那么download啊 这儿会有个下载 蓝色的这个底 下载之后 好了 现在正在下载 下载之后呢 啊 大家看下载按钮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怎么用呢 啊 我们看最上边啊 我把它回回到正常界面啊 好 这个是我们的正常界面 我把它拖下来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正常界面 对吧 大部分的人电脑都是这样子 左上角是产品报价栏啊 什么股票外汇啊 那么左下角呢 这儿啊 就是账户号啊 indicator就是指标 指标里面有趋势指标啊 各种各样的 那么在底下有个market啊 就是市场里面 我们刚刚选了一个什么啊 MACD 对不对 那我们双击一下啊 双击一下 选住这个啊 允许 信号的设置啊 然后变量 我们就不用管了 然后OK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蛇型的MACD就出来了啊 红红绿绿的 那么红变率就是上涨啊 这个绿变红就是下跌啊 就很简单 所以说呢 各种各样的MACD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非常多啊 成百上千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MACD 以及指标的一些使用 那么除了指标 还有很多其他的啊 比方说export export的就是EA啊 大家看有了EA高达2600美金啊 所以说呢 有很多人是靠卖这个赚钱啊 而不是本身能赚钱 所以说呢 大家慢慢去了解啊 首先能用到的就是indicator 叫指标啊 指标还是不错的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alert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能看手机 或者看电脑时间太长吗 可能要做饭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我单击鼠标右键 点一个create 就是创造一个啊 鼠标右键创造之后呢 我选一个产品啊 比方说澳纽啊 澳元对纽币 那么当他的价格呀 小于啊 就是价格小于 比方说现在是1.024几吧 那我小于1.022 我想买啊 那我就把这个value设置成1.022 那么我点OK啊 大家看一下 这儿呢 就会出来一个澳元对纽币 澳元对纽币 然后呢 如果他的价格小于1.022 这个警报就会响 假设我在做饭 我在洗澡 那么登登登 他就响了啊 响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啊知道 哎 现在价格是什么样了啊 就不用总盯着 那么这个呢 就是single啊 我刚刚看到的 就是说直接可以copy啊 复制别人的single 比方说 我选一个免费的啊 我选一个免费的啊 这还没有免费的 哎呦 还有9999的 搞的我也想开一个 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就行啊 这个假设我要35块钱的这个点一下 他就会出现啊 我需要这个登录一个账号啊 就是要支付这个啊 支付这个费用啊 35块钱 那大家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点一个register 就是注册一个就行了 这我就不多说了啊 他里面还会有一些英文的介绍 当然大家如果是英文不好的话 就暂时不用看啊 不用管他 然后这个是article 就是文章啊 但都是英文的啊 所以说不太好 codebase是什么意思呢 codebase就是代码库 对于IT的人会比较优势啊 因为学IT人不多啊 所以说我这就不讲了 VPS是什么意思啊 VPS就是如果是大家 多个账号管理的话 可以用这个 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啊 不用在上面花钱 好了 这个呢 就是EA 那么最后呢 就是journal journal呢 就是看到我今天啊 具体是做了什么事情啊 都是解释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整个软件的一个使用啊 最主要的几个点 刚刚看到了 就是calendar啊 非常重要 对吧 calendar 回顾一下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论坛啊 论坛非常重要 这有文章啊 可以切换成中文的 有文章 对吧 有自由职业者 有代码库啊 有经济日历 对吧 这有中文的啊 如果是我们英文看不懂的话 这直接可以看中文的啊 这也有 对吧 所以呢 非常的不错啊 MT5的使用呢 啊 大家都没有把他的使用价值发挥出来 这个是信号啊 可以复制 对吧 这个是市场 可以买这个EA自动交易 可以买指标啊 MCD什么 KDJ啊 都有啊 很简单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软件的基本的使用 那我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apt啊 afterpay 现在还值得买入吗 afterpay很后悔啊 很后悔 很后悔 当年跌到10块钱以下的时候 没买 我同事倒是买了 但是呢 呃 唯一犹豫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犹豫 还得果断一些 主要是赔太多钱了 害怕 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是真的赔钱了 害怕啊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你看跌到8块钱9块钱谁敢买呀 啊 说实话如果是没有被套那么多钱的话 石油如果没被套 我记得我倒是也敢买啊 只不过是如果是我们比方说有50万的资金啊 那么30万被套了啊 或者浮亏20万啊 浮亏40% 那其实是不敢动的 说实话 现在呢 我个人也就是说每个星期会拿一点钱出来啊 不多啊 然后去买一点股票啊 如果他跌了再买不跌我就不买了 就钱都放在那啊 因为剩的资金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参考了一次策略啊 就是每跌多少我买一点 长期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啊 但是短期的话 如果你买太多了就会很紧张啊 跌个20%就很紧张啊 10万块钱没了2万啊 两个月三个月工资啊就没了就很紧张 所以呢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啊 大家就是为了赚点钱花嘛 那么澳元对纽币呢 基本上是刚刚也有人问澳元对纽币 澳元对纽币的话 他上面的阻力位还是很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1.03的位置啊 这个1.03在出事之前一直都是支撑位啊 出事之后就变成阻力位了 所以呢 现在澳纽啊还是区间震荡啊 下边的话是1.0180啊 上面的是1.03 所以呢这个区间里面也不会说再暴跌也很难啊 因为现在澳洲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 那么做这个呢 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啊 还是那个那句话啊 像我这种人啊 被套住了 我就不敢动了啊 被套住了 我会怎么办呢 我会每到高位啊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我就会做空啊 没有时间的话就尽量挂单 大家可以挂单啊 但是如果是觉得啊 不太想挂单 也不太想做空的话 就可以等啊 因为现在做空也赚不了太多钱 说实话 也就是100点200点啊 一手也就是说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盈利空间不大 然后呢 还有人问用什么牌子的电脑比较好 哎呦 我这推销电脑也没有提成 电脑的话 其实我用的都是台式机啊 因为台式机的信号和这个反应速度是最快的 呃 如果大家用笔记本的话 就不要买那种像啊 苹果是不太好的 因为苹果的这个适配性啊 不是很好 大家尽量买windows的 至于什么牌子的话 只要不是特别差都行啊 因为软件本身不需要特复杂 但是新电脑尽量是新的 不要用那种五年以上的电脑 五年以上的电脑 你卡一下啊 不小心本来是按一下买入 结果哎 没反应按了两下 结果两个都成交了 那算谁的 对吧 我们预见过客户就是类似的 就是电脑系统反应之后 或者按键不灵敏 点了两下啊 那结果两单全成交了 所以呢 电脑尽量买新的啊 什么牌子都可以 然后windows更好 苹果尽量不建议 ANN不太了解啊 所以说要问一下我们的同事了 那FMJ和BHP两个矿产股 哪个更值得投资 FMJ背后是有中国资金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 中国基建两万亿的项目不错的话 FMJ啊 这个啊 还是很有投资的潜力的啊 不是两万亿啊 是这个50万亿啊 多少万了 我都忘了 这个中国政府印钱这个基建项目 未来的这个口气比较大呀 但是能不能有这么多钱 还不太确定啊 说实话 大家现在谁觉得中国政府手里钱很多呀 我倒是不觉得啊 闷心自问的话 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 中央政府也缺钱 对吧 再加上现在税收降低了 然后个税也降低了 呃 所以其 这个 不管是中国政府 其实海外政府都是一样都很穷 Quantus和CBA CBA好像今年出了一个利空啊 我看一下 就是银行啊 现在不允许回购自己的股票了 啊 对吧 所以说从65块钱左右啊 前天65 69最高 68最高 现在又61了 那么银行股的话还是逢低买吧 就是现在不是最好的买 肯定不是最好最低点啊 我是觉得呃 我还是那样的操作方式啊 假设我买CBA的话 我是61块5毛8 我会买 假设我有5万块钱 我会买1万块钱 那么到58块钱左右 我会再买1万块钱 到52 53左右 我会再买1万 如果跌破50了 我就暂时不动了 所以说呢 5万块钱 我就是他的这个走势啊 给大家画一下 说有没有画图软件 呃 我直接在这画吧 就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啊 任何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是下跌过程中啊 其实大的方向是这样 那么小的方向呢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 对吧 他有几浪下跌 然后呢 开始注底反弹 对吧 就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到这儿了 还是到这儿了 还是真到底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给一个缓冲期 那在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大的 一个碗状形状的反转的过程中呢 把它中间切开啊 那现在的话 银行股是在左边的 我们现在是偏左进场 那么在右边买入的话 叫偏右进场啊 那么迈克一向都是偏右进场的 所以说他现在不会进场 那么我们的话 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偏左进场 像我是一半一半 所以就是我五万块钱 我会分成两部分 两万到三万呢 我是在左边进场 两万在右边进场 也就是说当他涨的时候 剩下的资金才会杀进去 不然的话 我是不动的啊 所以说大家在资金分配上 不能全部偏左 那样的话 越跌越套 越套越跌 然后大家越补仓 越被套啊 就无底洞似的啊 跌无止境 在任何产品和市场上面 我们都要保持啊 要有战斗力啊 哪怕最后打的剩一兵一卒 那也得有人啊 不然的话 就剩光杆司令了 怎么打 对吧 所以说呢 一定要保留保有这个一定的实力 和资金啊 不能全部压上去 啊 我这儿看一下 能不能给大家直接是打开一个 估比军线 估比军线 我这我认为啊 还是很好用的 尤其是这次 这次的估比军线啊 非常好用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操作完 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已经会用这个估比军线了 单击鼠标右键啊 在屏幕单击鼠标 鼠标右键之后呢 出现一个template 就是模板啊 模板之后 我选择load 就是加载模板啊 加载模板 加载模板呢 这样的话 我就是到这个 我刚刚这个估比军线的这个位置啊 有指标 然后我open 哎呀 加载的这个不对啊 这个模板 让大家见效了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模板是不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啊 这样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带肉估比军线啊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跌破了 从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红色线 下穿蓝色的线 其实在二月底就已经是跌破了 那个时候呢 CBA应该多少钱出来啊 应该85块钱就出来了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买啊 带肉估比不是说了吗 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跳空的一个十字星 然后呢 后面三天要高于他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三天之后 也就是差不多是这个61块5 也就是今天的价格啊 这个时候才会买 所以说呢 在他下跌了整个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去买啊 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出现三天的一个连续的上涨 对吧 所以说呢 带肉估比对于股票的真的是非常好用啊 并且呢 这波啊 如果是用带肉估比的人 如果是准确按照他的操作来讲来走的话 那么在二月份就已经出场了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非常高的位置85块钱啊 那么在现在60多块钱才开始进场 所以中间20块钱 他就没有没有亏损啊 甚至就是赚钱的 所以呢 一定要学会用这些大牛人物啊 做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的手提电脑就出现你刚刚说的问题 所以必须你帮我选 肯定给你提升 这个啊 对 他这位朋友就是 林达 他就出现了 我刚刚说的这个按一下 结果变成按两下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包括手机上 尤其是手机一定要注意 手机按键呢 非常小 我们很多客户的年纪 都比较年长 可能在50岁以上 那大家按的时候呢 经常会按按错 所以呢 这样的时候尽量不要下单 哪怕觉得机会不错 那数量少一点 别按错 按错真的是太亏了 我们又赔不了 对吧 毕竟是大家按错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比较麻烦 然后呢 A50看一下和这个China50 China50的话 如果大家有中国股票啊 我觉得可以就说适当的开始购买一些了 虽然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 我认为 不是生产危机 而是粮食危机 粮食的话 大家要看一下 比方说我搜一下 中国粮食进口比例 之前我让大家看的一个是石油危机 一个是石油战争 就是石油方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粮食 粮食危机和粮食 这个中国粮食产量是6.5万5亿吨 我打开这个 大家自己回去要查一下 就是做金融啊 它不是单看K线那么简单的事情 任何做中长期的投资者 他都是要看这些比较宏观的东西 那粮食方面 中国是过去25年用全世界8%的耕地 养活了18%的人口 但是呢 布朗先生 就是美国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题目 叫做谁来养活中国 那么在未来啊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粮食产量布局 玉米占39.11% 稻类啊 就是水稻 南方的水稻占32% 小麦占19.98% 我们就算他20% 番薯类呢 占4.3% 红薯类啊 大家知道这个红薯为什么占比小吗 是因为它不能做主粮啊 不能做这个像面粉啊 或者是这个主粮 那么能做主粮的主要就是中国传统的小麦和水稻啊 基本上是占我们的这个百分之五十啊 那么再往下看的话 我们的耕地对外依存度高达35%啊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么15年以来呢 中国的粮食产量稳定在6.5亿吨啊 6.5亿吨 那么每年进口的大概是1.2亿吨啊 大家算一下至少是20%对吧 20%的比例 所以呢 我们粮食方面 有20%是依赖于进口的 这个非常恐怖啊 那么为什么恐怖呢 是因为现在疫情啊 各国已经不出口粮食了 这是第一啊 第二因为疫情 粮食产量会下降 很简单啊 谁中国谁还愿意去运输粮食 愿意去生产粮食呢 对吧 如果粮食生产春春不耕秋就没有收获啊 春耕秋收嘛 我们从小都学过 那么这样的话 那就会影响下一个季度的产量 而粮食呢 那现在还有储量 但是呢 如果是等到半年以后 那么最近没有下地耕种 那么到下半年就非常严重 那么我最近也问了很多这个国内啊 就是公务员也好 或者是企业老板 企业主也好 那么他们整体收到的信息呢 就是政府是强制性要求农民马上去啊 这个地理农作 就是必须要完成这个叫国家分配的任务啊 保证未来的粮食产量 但是呢 我们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同一天的农业部发言人啊 那位女士讲话的时候呢 他既说了中国的小麦是遇见了十年不遇的大的这个灾情 同时又说粮食储备啊 创出新高 好像是这么说的啊 大家可以查一下 就是农业部前几天那个讲话 他的讲话呢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 就是说 呃 既说了很好 又说了很差 所以说有点矛盾 那么因此呢 我们认为在实际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面前 呃 中国的数据不够透明 那么对海外来讲 为什么大家一直老外一直不愿意去中国做大量投资 就是不透明啊 不透明三个字 真的是呃 让人没有信心 没有安全感 那么粮食方面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如果是国内 有亲朋好友的 在下半年 让他建议他们啊 多囤一点粮啊 囤一点这个大米放在家里 还有第三个观点呢 就是啊 这个叫蝗虫啊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蝗虫的灾害啊 蝗虫的灾害呢 就是周期性的 它没有完全被消灭 你想啊 那么多的蝗虫啊 突然间就消失匿迹了 它们又没有得病 对吧 它们又没有什么疫情传染 怎么前两天啊 上个月 那么气势汹汹在印度啊 横扫 从这个南美直接横扫到印度的这个蝗虫灾就没了呢 是因为他们在休息啊 在产卵 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严重了 因为新的卵如果是产出来之后啊 那么横跃新马来亚山到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性啊 他就绕一圈就过去了 那么大家有相信印度人能把蝗虫灭掉吗 我是不太相信印度人能做好这件事情啊 印度人现在网上传了很多关于控制疫情方面的一些举措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呢 客观来讲的话 这个粮食问题非常严重啊 大家要去读一下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粮食储备到底够不够 这个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与其相信别人 还不如相信自己提前做好 呃 战略性储备啊 毕竟特殊时期 石油都能跌到20块钱 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对吧 澳元堆牛币都能破一 虽然就破了一几个小时啊 但也是破了 所以呢 历史天天在上演啊 美股五次熔断 那这些呢 在过去都不可能发生 未来这个世界已经被玩坏了 呃 大家都是聪明人吧 呃 很容易就知道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了 不管是从政治体制 还是经济 还是金融体系 还是未来我们工作的这个比例啊 你付出以前是付出劳动 获得这个在农耕社会 你是付出劳动 获得收益 现在呢 是付出了资本 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 那么掌握这个规律的人 他不愿意改变啊 不希望别人啊 也是站到上面去跟大家享受同样的一个资本收益 所以说呢 在社会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个情况下 这种贫富差距也好 或者是啊 没办法继续更迭 那普通普通人像我们啊 我自己 那么本身呢 都会有大量的资金是放在房贷上 那么压了这么多的钱之后呢 我们做投资的能力就会降低 我们做资本运作的能力就不太有可能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会长期的被动的接受资本的一个啊 这个叫什么资本的熏陶吧 就是别人给我们钱来干活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规律会继续下去 那么长期看的话 其实是社会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那么这次疫情呢 也给了这一次啊 整个社会就是加速了这个啊变动啊 那么这个变动反映在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上 相信未来不久呢 啊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历史上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发生 那么就是A50方面 中国呢 目前在印钱上啊 不甘示弱 但是呢 A50本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基本上现在回到了12600点附近 这个价格呢 也是之前啊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在2019年8月5号和2020年1月31 23号啊 这两个位置的一个顶部 所以说呢 目前进场的价格不是很好 如果他再能往下跌一跌的话 跌到12000点 那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中国股市很难大跌 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起源流动性比海外快 中国炒股的可都是散户啊 都是我们这样人跟海外不一样 海外呢 为什么跌的这么惨 中国就很难啊 大家还记得15年2015年 中国为什么跌的那么惨 就是因为啊 追涨杀跌 对吧 融资融券 刚刚开的太高了 而现在的海外股市呢 跟当年15年很像 就是因为海外都是机构 机构第一加杠杆啊 第二都是投资人的钱 所以呢 当投资人想要赎回的时候 机构必须卖股票啊 必须平仓 另外呢 杠杆加了 所以说呢 当跌1% 他们就亏2% 3% 所以呢 他必须要平仓 那么就导致踩踏势的下跌 但是中国A股呢 经过去年和前年15年以来的这个去杠杆化嘛 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 那么长期看的话 A50回到1300 13000 14000 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时间可能长 前提是中国不出现粮食危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国的政治继续稳定 中国的经济 现在不稳定 是很正常 但是经济 中国的经济比较容易传导到地方政治上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海外的话 政治虽然是有波动的 但是很快就被消化了 因为海外的政治相对比较透明 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国情不同 金融产品也是不同的 好了 那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IFL不错 IFL的话 大家这个股票方面啊 去买自己熟悉的 觉得价格低了 或者NAB银行股啊 APX这些 觉得低了都可以买 APX我就一直在买 跌一块钱我就买点 跌一块钱我就买点 还有NAN 怎么获得带若股比 带若股比的这个均线 大家跟这个小助手去要一下就行 然后呢 石油 对石油要讲一下 短线的话 今天其实 这不是做了一个黄金的空单吗 但是 没有什么太 其实今天不想做单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天没有什么特别好做的交易 最近几天 其实市场变化都比较大 除了昨天 今天石油涨了一下 大部分的市场呢 都是振幅比较大 有涨有跌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黄金的话 为什么今天做空了呢 是因为他这个均线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黑色的线 我给他描粗一点 这个黑色的均线 是15分钟线啊 15分钟线黄金碰到他就下来 碰到他就下来 对吧 我我描一下好了啊 再再 我先缩小一下 好了 这个也是带若股比均线啊 15分钟还是比较好用的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31号啊 黄金就开始启动了这个下跌啊 跌破了这个支撑线啊 并且呢 下来之后回弹又下来啊 这个是开启了这个下跌 对吧 这个就开启了下跌 在31号当天 那么之后呢 回弹 4月1号回弹到这个黑色的均线 然后又下来 然后又回弹又下来 又回弹又下来 又回弹啊 今天还冲了一下又下来 所以说呢 黄金今天做短线做空啊 的原因就是这个 就是在进入图形上 黄金上涨的动力比较弱 现在呢 被压的死死的啊 一直没上去 那么止损呢 就说在这个均线的上方啊 所以说呢 止损如果被打掉了 也亏不了多少钱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就能看到 我买入的价格了 对吧 红色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绿色这根线 这个是我买入的价格 1592做空的价格 那么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啊 或者是做很多手 因为现在他已经横爬浪 他不是前两天 那个下跌的速度了 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在筑底 我们在底下连成一根线之后 我会发现 他是不是一个向上的 一个筑底的趋势啊 对吧 这条红色的线一出来之后呢 我会发现 不敢轻易的做空了 就这根红色的线 对吧 那么他已经四次 五次碰到这根线 然后上来了 所以说呢 黄金现在面临一个方向上的选择 那就是为什么我建议 今天大家可以睡觉了 就不要做了 因为他这个位置啊 他上面有阻力 下面有支撑啊 1590 到1587之间啊 那这个位置你赚不了多少钱 并且呢 还容易被扫出去 就没有太大必要啊 所以呢 黄金今天就不要做了 然后我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哦 石油 石油从上周五开始就有大量的买单进入市场 买单非常大 这个上周五开始 但是呢 他真正的这个上涨啊 大家还是看这15分钟的带入股比均线好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 好了 从昨天白天开始啊 站上来了 并且是突破了 并且突破的还挺有力量啊 所以基本上就意味着 但是呢 我们这个要考虑持仓成本啊 要算一下持仓成本 所以说呢 呃 美国石油还可以做一做 英国石油就算了 啊 止损的话也就放在 我看一下美国石油啊 止损也就是放在20块8 20块8的一个位置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他是排列往向上 向上走 那么我们可以持有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石油啊 利空出尽了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 现在俄罗斯啊 美国中东地区的达特 都在想办法去谈 虽然大家表面上啊 不愿意妥协 但是美国已经扛不住了 美国已经有石油公司开始破产了 美国33家公司上个月破产 石油类的 能源类的 那之后会愈演愈烈 再加上疫情 所以特邦普着急 他着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油价短期回不到25块钱 30块钱以上 那么美国的燃油 始终是有极大的一个还债的压力 他要还债的啊 他每年他 他每个月都要赚钱 赚钱之后 他要还利息的 他现在连利息还不上 就很容易违约 违约之后 银行就不放贷给他 评级 他如果能源公司企业的评级降低了 假设他原来融资成本是6% 现在都要百分之十几的来融资了 因为评级降了 他属于垃圾债了 那么企业就很快就倒闭了 就是评级公司也好 金融公司也好 或者银行也好 他都是闲贫爱富的 就是这种人 他们资本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 就是闲贫爱富嘛 所以很正常的 所以特邦普着急了 因为企业越好的时候 银行越愿意放贷款给你 但是你企业出问题了 那么就银行就 就马上就把之前放给你的 全收回来了 那这样的时候 不仅你借不到新的钱 旧的钱 你要被银行收走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那么这个石油的价格呢 短期 相信是有上冲的一个动能 并且有这个需求的 那么利空因素也基本上出尽了 大家知道 如果是中东和俄罗斯谈不妥的话 那就也就这样了 然后呢 这是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的话 上方有个非常强的就是这个大黑线 大黑线 叫维加斯通道压在这里 如果是大家 其实可以再观察一天 如果长线投资者的话 一般都是突破了这根黑线之后 才开始往上走 才开始买入 其实也够 突破了之后 无非也就是22块3 22块4左右 那么大家再买的话 空间就打开了 就可以涨到2526 都有可能 但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短线呢 他还会回到20块钱 附近 其实大家观察没有 我就观察了好几天 因为最近都在做石油 那么20块钱就跌不下去了 从3月30号开始 美国石油20块钱就死活跌不下去了 但是英国石油就一直在跌 伦敦油一直在跌 但是美国原油一直跌不动 就证明20块钱是美国华尔街和特朗普 必须要守住的一根线 20块钱 如果跌破20块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金融公司 他用的是 这个石油公司 他用的是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什么意思 他一般是有对赌的 当石油价格低于20块钱 会怎样会怎样 所以比方说 我可以 我是石油公司 我跟投行签一个合约 如果是当石油价格跌破20块钱 我破产的风险会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 投行一般会要求我 抵押我的公司的股权80% 对吧 因为我之前有贷款 我还不上了 我有可能破产 我需要抵押 如果当石油价格是30块钱的时候 我可能只需要抵押我资产的40% 所以他会有根据价格来签订 这种金融协议和金融对赌的 那么因此20块钱一旦跌破 维持在20块钱以下超过一个月 我相信会给美国的金融市场 以及能源市场带来巨大的一个震荡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20块钱 美国石油已经跌不动了 所以说今天的反弹是很正常的 跌不动自然就涨了 因为再跌动那就是对吧 那就要抓起来了 就跟徐祥许老大似的 对吧 让你救市你不救市 最后怎么样进去了 钱都没收了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行为 最近感觉英镑很强 行 这个我忘了还有个东西没讲 所以说就不给讲英镑了 英镑这些东西也比较妖娆 大家少量的做一做 这个是呼吸机的股票评论 呼吸机 呼吸机就是现在不是美国 每个州都在跟中国订呼吸机吗 像美国一个州订了2500台 结果另一个州订3000台 另外一个州要订5000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因为美国每个州都是独立的 他们要订呼吸机 就是疫情肺炎 那么订呼吸机的时候 独立预算 那么独立去谈 跟中国的厂家去谈 结果会发现 一家厂商 结果来了三四十个 美国是多少个州 就来了多少个人 跟他谈 每个人都想尽快拿到这个呼吸机 所以说价格就一路飙升 这个就是呼吸机 做呼吸机的公司 有两家 一个叫Resband RMD 一个叫FPH 两家公司都是澳洲的 那么RMD呢 是89年成立的 目前市值300多亿澳币 适应率50倍 全球员工7000多人 非常大的公司了 7000多人 那么这家公司呢 叫Fisher-Paker Healthcare 1934年成立的 160亿的市值 160亿澳币 适应率100倍 全球4500人 从规模上来讲 FPH要小一点 那么新西兰是总部 新西兰大概是有1320人 那么RMD呢 他的员工是什么情况呢 RMD 2172人是在美国办公 澳洲是有1000人 所以他总部是在美国 和墨尔本 澳洲 悉尼 那么毕业院校呢 多数为前100的世界名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悉尼大学 新南威尔士 这个还有一些 美国的一些学校 以及这个 加利福利院大学 还有这个新加坡 国立大学等等 都是世界名校 那么目前领音上的招聘呢 RMD这家公司 招聘职位是202个 多数为中高端的医疗行业 和IT 以及数据分析师的行 这些职位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要 在最近有找工作的 可以去观察 观察这家公司 中高端医疗 IT 和数据分析 那么反观 FPA 他目前 在领音上的招聘职位 只有14个 多为仓库管理员 财务 和质检 质量检查 等基础职位 所以说 从这儿 我们就能看出来 两家公司的高低了 就是RMD 现在是很厉害的 招200多个人 在这种环境下 就证明公司 最近赚了很多钱 卖这个户机机 那么多数为 数据分析 IT和中高端 我们就能通过 他招的人 判断他未来的 一个战略发展方向 IT是干嘛的 数据分析是干嘛的 就是为了联网 对不对 他每一台呼吸机 其实就是一个移动设备 那他把这个客户 或者是把患者 所有的数据 上传到云端 由他们的分析师 数据分析师 来做大数据的整合 那么他们就能够 及时的跟进 每一次疫情 每一种疫情的 最新进展情况 对吧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我们现在控制疫情 需要的就是数据的跟踪 和分享 以及数据的可视化 那么这家公司 现在就在做这个 所以 RMD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虽然 FPH这家公司 最近涨幅也不错 原因 我也会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但是如果看发展前景的话 这家RMD的发展前景 非常好 那么他的负债率 是60% 负债率比较高 那么盈利能力 毛利润率是58% 就说100块钱 卖出去了 我有58块钱 是个毛利润 非常高 非常高 净利润是26块钱 就是说归于股东的100块钱 我能给大家26块钱的利润 那么这家公司 为什么也在上涨呢 他也是卖呼吸机的 但是很初级的呼吸机 为什么也能 股价涨得这么好呢 就是因为 他的财务状况太漂亮了 他基本上没有负债 他的公司是有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净资产呢 是9.2个亿 负债只有一个亿 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讲 十分之一的负债 基本上约等于零 就是说他的现金流 特别特别好 永远不会倒闭 可以这么理解 只要他钱花不完 他就不会倒闭 所以现金很好 那么RMD呢 就是60%的负债 刚刚呢 那家公司是10%的负债 这就是为什么两家公司呢 在战略上不一样 这家扩张很快 并且呢 布局云计算 布局大数据 布局联网 互联网 那么他需要钱 他要负债率高一点 那么另外一家呢 他就是卖户一机的 他卖一个赚一个的钱 毛利率都差不多 50%多 所以呢 他也不搞研发 也不招人 对吧 你想他现在RMD招200个人 一个人一年10万块 那就是2000万 那么FAPH这家公司呢 他只招14个仓库管理员 那一人3万块钱 5万块钱 一年才花个几十万 对吧 另外一边 人家一年花2000多万招人 所以说呢 高低一键就知道分晓了 但是呢 因为目前资本市场 比较看重现金流和财务状况 所以说两家公司都在涨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我更看好的就是这家 有未来布局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薪资水平 这家 为什么他扩张这么快呢 大家看一下他的老板们 都赚多少钱 什么CEO 运营官 财务官 年薪 这是美元啊 都是900多万美元啊 一年的年薪 700多万美元 600多万美元 给了这么多钱 大家想一下 他们是不是很牛的人啊 当然是了啊 不然的话 给这么多钱 你牛人才会来 对不对 如果是普通人啊 大家拿这些 拿这些钱也拿不住了 要是给我 给我900万 我很开心 但是我不敢要啊 对吧 就是因为能力没有到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家公司啊 普普通通的啊 大家就是 我就是卖一个呼吁机 赚一个钱啊 他的年薪只有400万啊 基本上是这家公司的 二分之一 所以说呢 薪资水平上 也能体验出来 一个公司的核心资源 到底有没有优势 那么这个呢 就是股东情况和金融数据啊 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么公司产品报告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这儿啊 淘宝啊 淘宝和京东 天猫 这上面也卖呼吸机啊 那么这家公司就已经在淘宝天猫啊 京东开始卖了 卖的还不错啊 是 百分之啊 16.8的市场占有率啊 这个呢 是2018年淘宝品各大平台的呼吸机市场占有份额啊 菲利普大家都熟悉 余悦呢 是中国的上市公司 余悦医疗 菲利普和余悦占了50% 那么澳大利亚这家公司呢 啊 占了16.8% 也是不错的啊 也是不错了 因为是澳洲公司比较小嘛 啊 对于中国公司来讲 并且中国淘宝又不是他的主要战场 所以呢 啊 我们看一下 这啊 右边还有个图啊 在整个中国呼吸机市场中啊 菲利普占了55%的市场份额 澳洲这家公司呢 占了25% 啊 做得非常好 澳洲这家公司占了市场率非常大 那么这家公司呢 我们看一下 他在淘宝上卖什么啊 他没有卖 他在淘宝上的情况非常非常差啊 他因为他不重视互联网电商 好了 我们再看这个呼吸机啊 那么他的竞争 对手在这儿啊 我们就不不看了 那么好了 这个图是什么呢 啊 这个图是三家公司的股票的走势对比图 最上面那个上算下跳的 是中国的股票叫愉悦医疗 代码002223 愉悦医疗啊 上算下跳 最高的时候涨了26% 那么现在呢 相比于08年的涨幅是2000% 有点太高了啊 最近从1000%的涨幅涨到2000%又翻了一个倍 就最近现在不是这个肺炎吗 啊 中国的呼吸机公司啊 医疗公司 愉悦医疗 涨了涨了一倍啊 那我们看底下这两根线吧 啊 橙色的呢 是FPH啊 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RMD 我这家比较看好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他的股价整体涨幅啊 要稍微高一点呢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啊 所以说呢 他是相比于潜力更大一点 那么未来的市场分析啊 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谷歌关键词搜索啊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呢 谷歌关键词啊 非常重要啊 那我把这个RMD输进去之后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 从15年到现在 关于RMD的搜索是直线上升啊 稳定上升 从原来的40%多的权重 43%现在是增长到了80% 就意味着啊 尤其是最近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崩一下涨上去了 对吧 就是证明大家现在都在搜啊 老外都在搜这个呼吸机 证明什么 证明他未来的销量肯定很好啊 对吧 大家在网上都搜一个东西 那肯定未来是想买啊 对吧 或者是介绍给其他人买 那么高速扩张啊 很多这些信息 我就不再一讲解了 那么公司评分啊 团队成员 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 8.5分 高管薪酬机制啊 赚了很多 给8分 产品的研发给7分 财务状况啊 负债比较高 只给6.5分 所以呢 我们整个下来打分结束之后呢 我们给出了就是8.19买入评级 那么再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只有财务状况上有优势啊 所以说我们用财务模型 来计算他的股票供允价值 结果发现 哎 被高估了 那么由于现在的一个疫情影响 那么我们给他一个加分项啊 加分项 特殊时期加分0.5 但是还是只有6.5分 目前只是属于持有评级啊 持有 那么如果是到8分以上 就是买入评级 6分以上就是持有评级 6分以下就是卖出啊 或者是不持有 所以呢 整体上来讲的话 啊 我们给出的最终的一个价格呢 是24澳币啊 现在是多少 因为估值模型给出的是21块7 加上特殊利好 2块1毛7 最终价格是24 这个呢 是最终价格是30 啊 我们看一下 RMD 啊 我们最终的价格给出来是30块啊 现在呢 是23块5毛6 就还有20%的一个涨幅 那再看一下这家啊 这家我们刚刚是给到多少 是给到了20 24啊 现在已经是29了 所以说呢 现在因为特殊时期嘛 啊 机构比较喜欢没有负债的公司啊 喜欢这种健健康康的啊 干干净净的公司 所以呢 他的股市最近股价走势会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是长期来看的话啊 我也不希望 刚刚我说看好那家公司股价上涨 希望他低一低 这样的话 一旦市场好转的时候 那么在未来呢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只不过呢 这段时间啊 我们去持有 那么在疫情结束的时候 应该会到这两家公司一个相对的顶部了啊 之后假设还会有人买呼吸机 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少了 对不对 因为很很简单的原因 就现在大家都买了以后 我就不会买了 所以呢 就叫提前消费 提前消费啊 这就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股市都在跌啊 那么这两家公司反而一直在创新高 大家看一下走势都非常好啊 非常漂亮 这是日线图啊 啊 所以呢 金融市场上总是有机会的 我们要善于发现机会 啊 那么今天的话 基本上就到这里 呃 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我们下周二 呃 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网课 会有不同的人给大家带来 呃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二 見て下周二 一同 股心 咕嚓 不得 你 嗯 言 咕嚓 咯 咕嚓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